鄂得同心 日常秀 本廳 hö 如果喔 美人一天 這樣就沒實行 就是 引母親 能說 制補 而像 今天是為了聽 董辰蓮的演講 事實上 今天早上 我在辦公室的時候接到一通電話 有一位女士又很疑惑的聲音說 那個展你們今天有 她第一個先問有開幕嗎 我說有演講嗎 有 那是董陳蓮跟董乃仁的連展嗎 我說我知道的是董乃仁就是董陳蓮 這樣子喔 顯然是一位認識你的朋友 他大概還在困惑的 那這種名字的轉換 生命不同階段的對於自己的一個認知 那對自己的一個認知 怎麼樣可以跟當下生命 跟當下觀看跟當下 就是我們在這一剎那當中 有狂風暴雨過後 現在路上除了一些殘肢斷葉 大家看到的其實基本上 都是非常風平浪靜的這樣子的 但是可能過一陣子 說不定又有回流的雨過來 所以怎麼樣可以把這一些變成生命裡面 你可以找到某種永恆很長 然後我們在不斷的旋轉 我們在不斷的動 這裡面的節奏快是一種速度的美感 慢是一種生命的態度 那各式各樣的 我覺得董陳蓮昨天我們修館 他要再來調他的那個作品 《關於永遠》 《永遠》是什麼 速度很快的充斥還是很慢 他為了那個節奏跟那個彈頭 已經調了很久 因為每個人觀看世界 但怎麼樣可以得到所有觀賞者 所有觀看者 這樣子的一個共同參與的一個認同 或者甚至是感動 或者是這一些 所以我相信大家就是現在要開始聽 《永遠》的演講 我們一顆粒的掌聲來歡迎Nick 來參與他的隊伍 謝謝大家 今天風雨無阻的來這邊 我只能把我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掏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想說從 從這一路走來 讓大家認識一下我的 藝書的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然後講一講 大概我們可以到上面去看作品 就可以看到說這一次我的 到這個這條路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做出來的什麼東西 好 那最開始 我是1973年生的 所以已經不是那麼年輕了啦 但是我小時候就在台北港大的 然後大家看台北這個景象 你也知道說是一個非常繁忙的一個地方 然後到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從國中就開始跟高中都念美術研究班 小時候家裡面都栽培什麼方向 就是音樂也有 那個游泳運動方面也有 然後繪畫方面也有 所以後來國中在明倫高中 明倫國中 然後副中 師大副中 都是念美術研究班 後來考上了東海的美術系 就開始接觸到土地跟樹木 之前在台北真的是都是在都市裡面的孩子 然後到了東海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 這個是我畢業製作的作品 我就因為對那個土地 對那個自然環境的感動 我開始用紅銅敲打一些大型的雕塑 然後我不是擺在畫棚裡面 我就在外面的那個牧場裡面找一個地方挖了土 就把它埋在那個土上面 然後我就請我的老師過去看 所以他們就要給他一個地圖去找這樣子 所以因為我想說人跟這個環境 其實不是說我們人住在這個都市裡面就是主宰 一切都是以人為主 其實到了這個大環境裡面的時候 自然環境會給我們很多的教育 會覺得說我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的作品也只是這個大環境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會做這樣的一個作品 像這個大概是我兩三公尺長 然後我埋在 我畢業展的時候埋在一個畫廊裡面 可是我從東海挖了好幾百代的土 然後我就把它倒在那個畫廊裡面 然後在底下我有甲板 然後下面有冰箱 所以你走在上面的時候 那個土會有那些嗚嗚的聲音發出來 然後你又可以聞到那個泥土的味道 所以你就覺得 這個我還是在這個大樓裡面 還是說我已經到了另外一個 還沒有被人類侵犯過的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這個作品叫做 某種生物眼鏡的抽樣調查 這是我大學時候的畢業製作 之後呢我當完兵之後就去美國 然後念了奧勒岡大學 到了美國的研究所的時候 就有很多不同的刺激 譬如說一些觀念上各種不同形式的藝術 所以我開始嘗試表演藝術 然後我這個作品呢 基本上是叫做Doremi 大家看過那個真善美的那個電影 所以我就做雕獸品 然後那雕獸品這幾個 都是我的那個Montrap Family的小朋友成員 然後我就是那個Maria 所以他們裡面都有一些影響 所以到時候表演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都坐在觀眾席裡面 然後我一個人在台上 然後我就說 Let's start from a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然後我就指著觀眾席裡面 就指著這一支小支的 然後從他的身體裡面就發出了AEC 然後這首歌就開始了 所以基本上我會跟我的雕獸品做合唱 然後五分鐘的時間我做了一個學期 因為整個在電腦裡面 喬配把那個那個 那個Soundtrack 那個聲音 那首歌把它切成好幾個等份 然後最後開始嘗試有表演藝術 怎麼跟觀眾做更直接的一個溝通 然後我練的那個科系是 叫做metalsmith and jewelry 所以有精工跟手勢方面的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影響 那很多同學都做一些手勢方面的東西 然後我比較對物件比較有敏感 因為我在用的一些器具啊物件 其實對我來說是 我覺得隱藏了很多背景 文化的背景、社會的背景 然後我從台灣來美國 就發現很多中國餐廳會有一些竹筷子 或者是那種免洗筷之類的東西 然後有一次我在餐廳裡面 跟我的同學去吃中國菜 然後我就用叉子吃 那就是說 他是墨西哥人 我是台灣人 就是說你吃中國菜 你怎麼不用筷子吃 然後我就說 這也不是真的中國菜 所以幹嘛一定要分得那麼仔細 可是我後來就覺得 吃的東西跟文化跟這個地點 這個之間的一個交集很奇妙 你人在哪裡 你的背景是從哪裡來的 可是你在用的那些餐具 都可以影射出這些所有的關聯 然後我就想說我開個玩笑 我就做一個這個叉子 可是你可以把它掰開來 它就變成一個筷子 所以不管你是吃哪一種菜 哪一個文化裡面的東西 都可以以這樣子的 比較幽默的形式去影射出 這個其實是一個文化交流 挫雜的一個地方 一個事件 所以我開始會對物件跟人 產生的一些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人在使用的工具 其實很自然就是為了需要 日常生活需要使用工具 可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有一些工具是可以 滿足比較精神方面的 或是甚至內心的慾望啊這些的 不只是表面上的生活所需的東西 所以我就從那一點出發 就開始想說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作品 它又有功能性 可是它的功能性其實是滿足一些 比較內在的一些需求 這件作品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它是做什麼的 這個是銀打造的 然後它可以拉長 然後拉長的時候上面會寫 五六七八英寸 所以基本上呢 因為我到了美國那個地方 網路交遊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新興的那個 認識人的方式啊 都會比如說你把你的身高 體重 頭髮什麼顏色 眼睛什麼顏色 甚至你胸圍多大 然後其他的那些尺寸多大 都會把它寫出來 然後你就覺得喔 我要認識這個人 還是要認識那個人 所以大家會比以外觀的那個 外在來評判一個人 也許在台灣或是在亞洲的地方 比較會以開了什麼車子 或是你爸爸在做什麼 來評判這個人 可是在美國我就突然有感覺說 為什麼他們對外觀 外在的這些數據這麼重視 所以我也是以開玩笑的形式 就想說我做一個可以測量的東西 就量量看 就不用謊暴 所以這件作品叫做 Interpersonal Masculinity Evaluator 基本上就是說 人員之間看誰比較猛 哪一個男的 男人或是男人可以評判他有猛的程度 我講的大家懂吧 懂嗎 懂嗎 所以我拍了一些照片 是以就是那種雜誌上光鮮亮麗的拍model 那種好像在推廣一些時尚的產品 可是基本上就是這兩個好像是 在世界最近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做大生意 談大事 可是他們之間也要比較 誰比較大事這樣子 然後整個對就是男性在社會裡面的地位 我把這個人其實把他擺在那個生產的那個 孕婦要生產的那個台子上 讓他躺在那邊 然後被人家測量 看看他的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這一個呢 是他的相對的另外一半 他這個是測養女生的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 他會給你看ADCD還是DD 同時我也拍了一些照片 也是影射出一些女性的地位 在社會上怎麼樣被對待 東方的女性跟西方的女性 她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可是很多西方的人會覺得 東方女性被壓抑好像沒有女權 好像就是西方的 東方女性都是很比較卑微的這樣一個角色 其實在我們的眼光來看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那也是文化的差異會造成一些 然後有人說胸大無腦 所以我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來影射他 後來我做作品 我希望把它呈現的方式 以一個比較他們說叫hybrid 就是混合體 就是又是藝術品 可是我又希望可以把它 以比較設計感 比較商業的那種感覺 融入在裡面 讓人家會覺得說 這個你真的是可以用的嗎 或者是你自己做的 還是工廠做的呢 所以我很希望把這些東西都打破 那個界線都把它分模糊化一點 所以我做的這個台作呢 你可以在旁邊看到兩件作品 然後中間會有那些video 跟那些照片影像在中間 所以好像看到一個全新的Apple電腦 在桌窗裡面的感覺 可是他擺設的那個產品 其實是他的功能是 就是針對我們內在需要的一些欲求 後來我做了另外一組 它是一個梳子和一個刮胡椒 那這個梳子呢 它下面其實是可以轉 轉了以後會有音樂 會有那個音樂盒 就是那個feeling那首歌 feeling's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然後你轉的時候呢 你用這個梳子來梳頭 其實它根本很軟 所以它就是輕輕的這樣捕摸你的頭髮 然後你的耳邊就聽到那個旋律 所以我就拍了一些照片 就是這個梳子 你就面對你自己在你鏡子前面 然後你看著你自己 然後感受那個梳子在你頭上 聽著那個音樂 有一種自我滿足跟自我安慰的這個功能 也是純銀做的 925銀做的 後來我拍了一個video 就是這個女生也是 在鏡子前面一直輸一直輸 然後聲音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終於停掉了 然後她突然醒過來 趕快再轉 轉完之後再繼續輸 又回到那個自我安慰的一個狀態 然後另外一個是刮鬍刀 這刮鬍刀也是都是全銀做的 然後這個刮鬍刀呢 你可以錄音跟放音 所以你可以錄你自己想要聽的 一些自我鼓勵的話 然後你在刮鬍子的時候 那個刮鬍刀就可以跟你說 你今天一定會做出一番大事業來 然後每個人都會非常的欣賞你 然後失敗了要管他繼續努力 就會一些鼓勵的聲音在你耳邊 然後一邊刮 你看你的那個鬍子刮乾淨的 你的信心也滿滿的 然後一樣 他這個人刮到一半 那個聲音停止了 趕快再按一次 然後又回到那個自我 信心滿滿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是我做的一個展示的台座 你可以拿那個起來當耳機聽 聽它裡面的音樂跟 就是音樂盒啦 或者是自我勉勵的那些聲音的片段 然後中間兩個是作品 然後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個呢 是一個整個房間 然後這個房間呢 從一個燈開始 這個燈我是希望做的 非常非常亮的一個白色的一個光燈燈 然後它在你上面的時候 可以把你整個人用那個白色的燈 洗得乾乾淨淨的 我那時候希望是做到一個 好像是可以滿足精神方面的一個 人對精神的一些需求 像之前的那兩個 第一個是比較是肉體慾望的 第二個比較是自己對自己的一些信心啦 對自己的一些自我的 Vanity 英文叫做Vanity 就是愛美啦 或者是需要有信心 那第三個是 人對精神方面的一個需求 那我就希望說 如果我可以做一個作品 一樣也是有它的功能性 可是它的功能性 居然可以滿足精神方面的一些渴望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也不知道做下去以後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可是我就毅然決然就先做下去了 這個上面那個燈 是用紅銅跟純青打造成的 裡面有六百多顆的很亮白色LED 所以你看到我這些照片是 那時候我在研究所最後一年的時候 每天燒磁磚 剛剛台座上面看到的那些白色的磁磚 都是一片一片一片燒的 所以那時候我同學阿胖 來美國住六個月 每天幫忙燒磁磚 一片一片的這樣 有一種叫做sleep casting的一個方式 就是把這個泥漿倒在石膏膜上面 然後泥漿會被那個石膏吸收水分 所以它越吸那個泥漿越乾 就變成薄薄的一層泥土 然後把它倒出來 然後用我做的東西把它一片一片切下來 然後進烤箱 反正很繁雜的程序 我一天最多只能做兩百片 然後最後我們花六個月 大概燒了快兩萬片一次轉移 然後這個是那個房間的第一次成型的時候 我們把那個房間搭起來 那時候那件作品叫做enlightment room 它的解釋大概就是可以從這個房間得到領悟 領悟之旁 或者是把它翻成物場 一個場域 可以讓你得到一些領悟 好 我研究所畢業了 搬到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這邊 開始了接下來的另外一段 我的藝術發展的過程 所以這個作品呢 我已經不在學校之內了 所以我開始要面對社會上 要怎麼去生存啊什麼的 所以我在一個首飾店打工 做jeweller 就是在後面有人訂做了一些首飾啦 我們可以去做它 在那個時候我學到很多東西 包括怎麼鑲嵌很貴重的寶石啦 或者是怎麼用白金還有金來做東西啦 甚至做眼鏡這些的 所以我在那個店裡面學到蠻多的 可是我就把自己在藝術方面的想法 也帶入到那個店裡面去 所以有一次那個Gallery Flux 就是那個jewellery首飾的Gallery 然後Samo Bar Tea Lounge 大概過兩個路口 有一個像在賣茶的一個茶點跟茶的一個餐廳 然後他們一起慶祝週年慶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好 要慶祝的話我來想一個方式 我就以表演藝術的方式 我就打了一個純金的一個杯子 然後我找了三位朋友跟我一起做這個表演藝術 那這個呢Transmit Virtue基本上可以翻成傳遞美德 或者是一些善意 所以這三個人呢 一個人會帶著一個燈還有箱 然後一個人會拿著一個鈴鐺的樂器 然後中間的一個人會拿著一個方盒子裡面裝了禮物 然後從那個首飾店走走走走到那個茶館 然後再走回來 走到哪個地方去的時候呢 譬如說他們中間帶的這些東西啊 他們會獻給 就是上面這個照片是在那個首飾店裡面 裡面會有一些茶點 就是從另外一間茶館來的 然後過了兩條街 全部路上都在看他們在幹嘛 然後到了那個首飾店的時候 他就呈現給一個隨機 就是找一個客人 就說這個茶是哪裡的白毛烏龍茶什麼什麼 然後配上這個茶點 然後有什麼功效 然後就獻給那個人 那個人也覺得 哎 瞧我真的是很榮幸 謝謝謝謝 然後回去的路上呢 他會帶著一些 我們這邊的Jury的藝術家 做的獨一無二的一些首飾的作品 然後會帶到那個茶館裡面去 然後就在那邊用餐的一些客人 就會給他們帶一些首飾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 哇 這個感覺很有感覺 帶著這麼華麗的首飾 不是給他啦 就是他在用餐的那個時候可以帶一下 然後後來就是以這樣子 好像是一個禮物的奉獻 也沒有原因就是給予 所以雙方各給予一些這樣子的首飾藝術 或者是禮茶跟那個餐點的藝術 來做一個交換禮物的這樣的一個表演藝術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周末 然後就得到很多好評 然後上面那個是鮮花 所以裡面的人可以看得出去 可是外面的人就看到一顆花頭這樣 然後那個服裝也是我設計的 所以那時候可以玩很多有趣的事情 就是跟商店跟藝術跟一些 甚至餐飲跟首飾也都可以做結合 然後在美國的一個環境呢 有時候會覺得你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做得起來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他就辦了一個展覽 叫做Hairy Body Show 這個展覽呢就是要 美國有一些人啊身上很多毛 然後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譬如說我們中國人比較少 譬如說臉上長很多鬍子啊或是怎麼樣 所以都乾乾淨淨的 然後美國的話 有一些人會就是也是要維持乾淨 就把它都剃掉 可是有些人就會長鬍子 就會讓它長起來 甚至身上的一些什麼胸毛啊或怎麼樣 就會讓它長 可是人家會覺得說它就是鄉下來的 或是怎麼樣 所以就有一個運動就是說 其實這是天然的 為什麼要去修它 把它修到跟你原來天然的不一樣 然後就是有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有點稀奇的感覺吧 然後這個展覽呢 這個展覽就找了一些藝術家 每個人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現說 人的天然的這個體毛 可以當作什麼樣的題材來做作品 所以我就想說我想要做一些手勢 是直接可以掛在毛上面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人有皮膚 就是骨骼、肌肉、皮膚 好像皮膚比如說我們在笑的時候皮膚會牽動 就知道說我們現在是快樂還是憂傷 可是毛是掛在皮膚的更外面 所以你的表情啊 就是可以透過你的你的鬍子 或者是你的頭髮 或者甚至你的胸毛來表達 所以這個人呢 他那個一件一件的東西是掛在胸毛上面的 所以他胸筒打開的時候呢 中間會有很多粉紅色的珠寶會跳出來 會展現出來 然後這一個呢 是掛在藝毛上面 有一整串的珊瑚這樣子 所以你們可能會覺得 我在 我在 我的作品怎麼會跳得這麼 這麼大 這個呢 他是掛在前方上面 所以這些作品呢 都跟那個身體的動有關係 比如說你手放著 跟手張開 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這個呢也是 跟身體的某個器官 變動的時候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在我那個 在美國這個環境之下呢 我就很敢去做一些 為什麼手勢就是只能掛在手指頭 脖子 耳朵 就是胸口上面 為什麼不能找其他的位置 所以我就開始 我提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就去做了 那做出來的也許已經是 就是很嚇人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需要一些資金 讓大家知道說 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也許它也是一個美的東西 後來我常常在 來回從台 美國跟台北兩地跑 後來有幾次在陳品的展覽 這是第一次在陳品跟幾個朋友策展的一個叫做 《異想世界》 《Wonder Ring》的一個展覽 基本上是以戒指來做出發點 然後我們做很多不同系列的戒指的一些突發奇想 那這個是那時候我展出的一系列作品 他們我叫做introspective ring 就是比較內型的 一個內型的戒指 那一般手勢戒指好像都是要給人家看 就是你戴起來沒錯 漂漂亮亮亮 可是主要是人家看到你的時候 覺得你是打扮過 或者是搭配得很漂亮的一個人 那我就想說為什麼手勢只能 為什麼沒有一個手勢可以自己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把這個倒過來好了 保持相在裡面 那外表就讓它保持乾乾淨淨的 所以你戴進去的時候 你的手指可以感覺到那些圓滑的寶石 在你的手指上輕輕的摩擦甚至按摩 然後如果你覺得那些寶石有一些能量的話 其他直接是接觸在你的皮膚上面的 所以我現在出去 如果說我今天要去演講 我就會帶一個 勞無飲食的 就可以帶給我一些自信跟力量 那如果今天出去是要去想事情 我可以說帶一個指水鏡 可以讓我們比較靈靜去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把這個戒指來翻過來 也把整個對手勢的一個看法 也把它整個翻過來一次 然後我後來還有做一個戒指 其實也是突發奇想 因為那時候台灣在說 不可以開車不可以講手機 一定要帶一些那個什麼耳機 或者是怎麼樣用汽車裡面放出來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這樣子可不可以 我這樣子我沒有拿手機啊 所以我就把一個戒指呢 裡面存在那個藍牙的耳機 然後把講話的地方 存在那個下面的地方 然後你電話來的時候 那個紅寶石會亮起來 所以你按一下 所以我第一次開始跟電子的產品 其實我只是把市面上買到的藍牙耳機拆開來 然後很小心的把它埋在我的銀製的一個戒指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 人家打電話來的時候 你就按一下那個紅色 你就喂 就可以這樣講話 那警察應該也不會抓你 因為你不是在用手機講電話 那後來06年又一次在陳錦展覽 也是同樣的幾個朋友一起策劃 有很多很棒的進攻人在台灣 然後這個展覽叫做插房四寶 就是一個 每一個藝術家可以定義一個房 像我們方四寶比莫七煙 那我們定義一個房間 其中最主要的四個物件是什麼 大家自己去發想 有些人用臥房 有些人用廚房 有些人用廚房 或者甚至說 童年時候回憶的一個自己的房間 童年之房 所以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 所以那展覽滿有趣的 就是大家做世界作品 可是有一個空間在這個當作背景 那我的房間我就選單人房 就像你去旅館你要找單人 你要定單人房還是雙人房 然後有另外一個隱藝就是說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是一個人來一個人走 所以在這條路上 我們旅遊這條路上中間休息的地方 裡面會有哪些不重要的物件 所以我這四個東西呢 基本上是一個爆偶 然後中間有一個羅盤像這樣子 其實有點像在算命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然後牆上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幅 髮廊制的畫 然後旁邊那個是一個鏡子 左邊的是一個鏡子 所以這個就是那一幅很簡單 乾乾淨淨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幅畫 是用髮廊跟那個鉛筆素描做結合 因為我覺得好像人在世界上都需要一些 我覺得藝術上的位置 譬如說你不管去什麼旅館好了 一定都成功都會掛畫 很奇怪 不管好不管壞都會掛一個畫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這個旅圖 人生旅圖上面的一個地方 無法解釋可是又很必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這個呢 就是中間那個可以旋轉的 然後那個中間在擺動的那個東西 是可以戴在身上當作項鍊 然後如果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轉向那個轉牌 下面那個轉牌怎麼會有28個不同的圖案 那那個圖案呢 會給你 有點像在廣闊一樣 或者是在抽籤 你問一個問題 轉一下 它會給你的答案 因為那裡面有磁鐵 然後會停在某一格 譬如說像這一格有那個骰子的 那個骰子的一點 其實是一個愛心 所以假設說 這個是我從那個 有一個後 那個 後約聖經裡面有一段話 它裡面說 每一個事情都有發生的事件 有time to be born, time to die 生有時,死有時 然後戰爭有時,和平有時 愛有時,恨有時 所以這些總共有28個 然後我的愛有時呢 就是那個骰子 你骰到了 你lucky 就遇到兩顆同樣形星相應的心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把這些 比較古道的一些語言 用圖片轉換 所以這個表示說 這個作品就是 滿足了我們在這個旅途上面 遇到的問題的時候 有人或是有東西可以幫你解答 因為如果你在這條路上 都沒有人跟你建議一些事情 跟你提提一些事情 也許你不知道如何走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 是一個bubble 它叫做doll of compassion 就是會給你同理心 會安撫你跟你在一起的一個伴 所以這個bubble呢 你bubble它的時候啊 你的體溫可以讓它去感應出 就是它底下會隱藏的一些訊息 它會呈現出來給你 基本上我在整個東西 整個bubble上面畫滿的東西 某個部分 比如說腰啊 臀部啊 也許是比較身熟 比較感性的一些圖或者是字 然後也許在脖子啊 或是比較出解壓力啦 所以那些字跟那個圖案 跟某一個身體的部分是有關聯的 然後你摸它的時候 它就展現出來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件作品也是就是 我是覺得人生禮物上很需要的一個bubble 然後有一個東西會為你的體溫 而受到感應 而有所反應 這個是不可缺的 然後接下來呢 08年的時候 我又邀約到挪威去展覽 然後我知道挪威那個時候很冷 11月的時候 所以我就想說要做一個系列的東西 也是跟我上一個體溫延續下來的作品 所以這一個 這一些系列都是跟 都是手勢方面的都是可以佩戴的 那這個佩戴的方式呢 你可以拿在手心 然後你這個拿起來的時候 它會有變化 會顯現出一些不同的圖案出來 那像這個是疊針掛在手前的 所以自己去碰它 或是跟人家擁抱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出一些圖案出來 所以這個是皮的 剛剛那也是皮的 裡面有記憶泡棉 然後皮了之後呢 我再畫東西 然後再用一種特殊的奈米圖料 可以在不同的溫度產生變化 這裡都是胸針 大概都這麼大 不小 後來在舊金山 我有做一個作品 是跟兩個舞者合作 那那時候 因為在舊金山那邊 有很多不同領域的 的藝術家 表演藝術 音樂家 或者是視覺藝術的 甚至科技方面的一些人才 都會做一些組合 然後他們邀請我 我就跟他們一起做一個 拍照 你拍照 在那邊 有很多地方 看 嗯 基本上呢,我做了兩個作品,讓他們可以在跳舞的時候用 然後那時候的想法就是以回笑這個概念 那他們可以拿我的物件 那物件其實都是負滿了用鏡子貼滿鏡子的一些馬賽克 然後 所以他們帶著那個那兩個物件 然後舞台上面有燈光 也有一些顏色的投影 然後他們會對比那個燈光 會把光線再反轉到觀眾席上面 然後之後他們會有一些舞蹈的動作 然後有時他們又會過來把那些光跟舞蹈的一些投影 把它再轉到觀眾席上面 所以那一次的想法基本上就是 就是佛教迴向把功德再轉給六道眾生的這個概念 然後 所以我開始做了一些用鏡子來做作品 我就覺得鏡子的整個可以做的 因為鏡子你又可以看到自己 又可以造回到給別人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採集 那之後2016年有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 有人有一個收在封E-mail是從Sony Sony美術館基本上是全美國國家級的美術館 有點像我們這裡的故宮吧 只是那個是免費的 進去看都免費的 跟故宮不太一樣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館 有一些是自然科學館 有些是藝術方面的 甚至歷史方面的館 那這個館叫做Rainwick Gallery 都是在展覽一些比較當代的一些 藝術手工藝設計方面的一些作品 然後他們邀請我的時候我也很壓力 因為他們找的是全美國40位 在40歲以下的藝術家 然後這些藝術家裡面都有用 以手工藝或者是一些手作的一些作品 來做主要的呈現方式 所以我們裡面其實有一些用編織 其實它編得很誇張 它可以把整個房間所有的東西 都用織毛線的方式把它包滿 甚至它有時候去外面的那些雕塑公園 把整個雕塑用織毛線把它包起來 然後我的作品呢 那一次他們邀約的是一個房間 就是我那個霧場 然後那個霧場呢 現在就在門口外面而已 那一次我真的覺得很榮幸 因為美國這麼大 然後他們挑到我 而且是一個國家級的這樣一個美術館 所以那時候我到 我們到華盛頓DC的時候剛好那個貨櫃也到 那個貨櫃從那個西岸 拉三天不停拉到東安去 然後下了那個 下了車的時候拍的照片 所以這是我那時候在部展的時候的一些情景 我在梯子上面 這個是房間裡面 這個作品的一次進去一個人 所以之前我在研究所做那個燈 也是這個的延伸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比較 對細節方面的掌控還沒有現在很好 所以我2012年這些作品把這些作品 整個往上提示了一個大很多的很大的層次 那也是一樣 裡面有我手燒 跟大方手工燒了磁磚 燒了六個月的磁磚 然後上面那個燈前面那個門 門裡一進來的時候會自動帶燒 所以一次進去 只能一個人進去在裡面 然後之後呢 房間底有一個椅子 你可以在椅子上面坐下來 這個是我一個合作音樂的一個朋友 他叫Steven Carter Hicks 他是一個聲樂家 他也唱過百老會的舞台劇 所以他的聲音非常棒 所以這個作品裡面的聲音 他的人的聲音都是這位音樂家的聲音 然後我覺得 我也不想講太多的那件作品 我覺得要大家自己去體驗一下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請你們稍微 可能也許要稍微排一下隊 因為一次只能一個人 可是你們真的需要進去感受一下 那個房間的力量 我第一次被我自己的作品 也不算嚇到 就是超乎我的意外很多 因為我本來的想法也是說 可以做一個空間 讓大家可以滿足自己的 精神方面的需求 可是對我來說呢 其實是有一點諷刺的意味 因為精神方面的需求 怎麼可能你走進去一個房間 坐下去就可以滿足的 所以可是我做完這件作品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都被我的 的諷刺的人的一些想法改變了 我現在想法不太是之前那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想這個是2013年之後 我另外一個系列 其實大家看我變得 好像系列跟系列之間沒有什麼關聯 可是對我來說都是一整體下來的 我其實在大學在高中的時候畫了很多素描 然後到了之後研究所做的精工雕塑 裝置藝術 表演藝術 然後慢慢的2013年的時候 我就突然回來看看素描 做作畫畫素描的東西 也是一個轉類點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過40歲 快要過40歲 39塊40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對生命中 一切之前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想要回顧一下 然後我回顧的方式就是把它記錄下 用鉛筆樹苗記錄下來 那我又想到說 鉛筆樹苗一般來講都是比較屬於暫時 可能還覆蓋一些油化水材在上面 就把鉛筆就覆蓋掉了 只是過程的一個素材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紀錄這個過程 是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 所以我就想到 髮廊燒髮廊的時候 我可以把那個髮廊 保護著那個鉛筆樹苗 讓它彎彎整整的凍結在 好幾層的髮廊之間 所以我就想說用金屬髮廊 配合上鉛筆樹苗來做的一些 一些比較平面的繪畫的創作 那這裡面有很多到過的地方 庭院開的牡丹花 開車開了很久看到一個景象 或是其他的生命中的朋友 甚至有我養的貓 養了十幾年過世的貓 都在上面 還有我爸爸媽媽第一次去約會的時候的照片 然後這個作品叫做《潛意識日誌》 基本上我在也是快到了40歲的時候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景象就是 也在開車啦 可能一邊開一邊在做白日夢 就看到一個比較蒼老的身體躺在地上 然後在他的腳就站了一個比較年輕的身體 不知道是年輕的身體要踏進去那個蒼老的身體 還是說那個年輕的身體是要站起來的 走出這個蒼老的身體 但是這個影像就在我腦海裡面 我不知道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裡其實有另外一對腳是站起來的 然後上面有很多紅銅雕塑的一些小物件 每一個都可以拔起來 然後可以當作手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飾品 那這一個呢 因為我們買了一塊 在美國買了一塊地要自己蓋房子跟蓋工作室 所以那時候我對整個這個空間好像充滿了嚮往 然後這個臉其實是那個幫我們設計一個建築師的臉 然後這個大概也有快兩百公分大 然後這個呢也是很大 大概快三百公分寬 有一次我就想說遇到一些瓶頸 想說要怎麼去突破呢 因為前幾個作品都做了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要怎麼生出一個跟前面可以比的一些作品 然後我就想說我一個朋友他去舊金山的海灣去陳友 那個海灣是非常非常冰冷的 所以他們叫做那個海豚俱樂部 就是不怕冷的那些人 不怕死不怕冷的人 然後我就跟他去啊 然後去的時候那整個 其實風平浪靜覺得不怎麼危險 可是一踏進去的時候覺得那個冷真的是會讓你 從那個腳上結冰上來 所以我就已經踏下去了 所以不游也不行 我就跟他一起游 然後游到快到那個有一個漂浮的東西 我們想說碰到那個再回來 結果快到那邊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好像有點頭暈 因為我要一直游一直游才不會感覺那個冷 可是我覺得不行 我就跟他講說這邊有沒有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因為我覺得如果頭暈真的暈倒的時候 我可能就就往下沉了 然後他就說沒有沒有可以休息的東西 然後我就好吧那我們趕快往回游 所以我就是拚命拚命往回游 然後終於到暗的時候我就覺得 沒有這次可以存活下來 可是那一趟就讓我覺得說 一個瓶頸要去突破的時候其實是有一點 所以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夠高 然後要有那個勇氣 然後那個衝動 要突破那個衝動是有 可是真的要去做的時候真的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後來我回來就想要記錄那一天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畫了這個水平線跟那個天際線 那那個人的影像是那天帶我去游泳的那位朋友 所以我就把這個那一天的那個事件把它記錄下來 那個作品 最後我想提一下 我有一些就是為了生活 有時候會幫一些朋友或是不是做 幫一些顧客吧做一些作品 那這些commission的作品裡面呢 其實也都帶給我很多的一些養分跟動力 跟一些啟發 那但是我做作品大部分都會從一個故事的角度出發 就是來請我做 譬如說他們都是結婚戒指 那請我做結婚戒指的人我會說 你喜歡是Tiffany的還是什麼形式的 我會從他們的故事開始 我會譬如說問他們怎麼認識的啦 怎麼想要在一起啦 然後最重要為什麼結婚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輩子的事情 為什麼想要跟這個人定下來 有點像那種婚姻諮詢 我會把他問的一親二主 然後他們告訴我的一些故事呢 我就轉換成設計 把他視覺化 譬如說像那個白色底那一個 他們這個第一次出去 大家出去交遊是在一個學地 然後第二次呢 本來大家一起要去交遊 結果全部的人都取消 那他們兩個就說好啊我們還是去 然後也是在一個學地裡面 一個冬天的景象 然後後來終於開始慢慢對方有感覺 那個男生跟他求婚的地方 也是在一個下學的學景裡面 所以這個學對他們講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那一個 其實有三個戒指 一個結婚訂婚女生的 然後那個男生的戒指 三個拼起來的時候 就是像一個起伏的一個學景 所以每一個其實都有他的故事在 那我對藝術對個人的一個意義 是一個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只是視覺上 或者是 或者是藝術家本身的一個自我描述 或者說這個就是我 你來看的就是我 你崇拜的就是這個我 其實不是 我覺得藝術家可以達到 跟觀眾跟 就可以溝通的 可以很親近的 可以是很直接很個人的 所以我接下來的一個project 我回美國馬上就要去另外一個住村 做的一個project 叫做Mint Smith Project Mint就是修復圍補 美國他們說 Key Smith就是在做吊石的 叫Key Smith 然後Black Smith就是做鐵工的 所以Smith就是跟手工藝有關係 然後Mint Smith就是做 Jeweling手飾方面的 那Mint Smith是我發明的 就是修復的工藝家 那我這個project呢 主要的起源是來自於這一對戒指 就好幾年前有個朋友 他的先生過世了 十幾年的先生 然後他就問我 因為我是做手飾 他就問我說先生那個戒指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 傳統的有沒有什麼方式處理 然後我老師跟他說 我其實不知道要怎麼去 就是傳統要怎麼去處理 可是我想一想就說 我幫人家做結婚戒指的時候 我是以故事出發的 那我可以想個幫人辦法 把這個戒指還原到給你 可是也是要從你們的故事出發 所以我就聽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情況 甚至他們的照片 寫給對方的一些信 然後我就去揣摩他們的關係 那之後呢 我就把那個女生的戒指 比較小的那一個 把她內外翻轉過來 所以裡面都有他們的簡明 跟那個其實也有結婚的那個日期 然後我把那女生的翻過來之後呢 我就把她套進到男生的那個戒指裡面去 所以現在他們的名字是黏在一起的 然後焊起來以後呢 這個戒指我就給了那位女士 所以她現在可以兩個一起戴著 所以這是我對她的一個怎麼講 Mint 就是可以修補一些 因為好像一個結婚戒指是一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象徵 一個圓滿的象徵 然後一個永久的象徵 可是一個沒有人戴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破損的promise 然後我就希望說 如果可以以我的角度 我的譬如說做精工的一些技法 可以稍微修補一下這樣的遺憾 也許是我當藝術家可以做到 對人真正有用的一些貢獻吧 所以接下來我回美國的時候 就要在那個地方住村 現在已經收到很多來信來詢問我說 想要加入這個project 有一個女生她是很奇怪的一個故事 就是她先生得了腦癌 然後她那個腦癌 那個醫生都說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只能延緩一下而已 結果很奇蹟的 那個先生居然好了 後來康復了 可是那個康復了之後呢 因為那個腦癌也許對那個男的腦 有一些影響 所以個性變了 變成就不太一樣 然後 所以那個女生就是跟我說 她的email就是提到說 她想要紀念之前的那一個先生 所以她想要跟我做一些project 把之前先生給她的一些東西 跟她做一些紀念 還有另外一個也很感人 就是一個也是一個女士 她也是生病 然後很嚴重的病 然後她有一隻狗狗 都會在她的病床上面 躺在上面 陪她度過那一段住院的期間 然後之後她康復了 因為狗狗就走了 所以她想要紀念這個狗狗 所以我就覺得 當一個藝術家可以碰觸到這些 真的跟人內心有一些交集的一些 用作品來達到一些這樣的功能 就是對我來說 我很希望要去做的一個事情 那我今天就想要講到這邊 等一下我帶大家去樓上看一下 我一四年這一整年 一三一四年這一個期間的作品 謝謝 接下來就是 這一件叫做Space 空間 空間非常的 整個物質開始凝聚 有了心體 然後心體跟心體之間有了距離 然後中間的空間是怎麼樣 然後每一個物質 每一個物件 它在這個空間裡面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在動對不對 其實是 它自己本身有一些音樂會散發出來 還有它底下的有一些機械零件 讓它們去轉動 那上面的東西都是我手繪的 鉛筆跟一些真筆去手繪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這一件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件 這一件 這一件叫做Gravity 叫做引力 所以因為有地心引力 所有東西才會凝聚在一起 然後愛因斯坦說引力其實是 空間跟時間其實有點像一塊布一樣 不是絕對的 而是相對的 還有相對論 所以有縱物在這個空間跟時間這塊布上的時候 那個布就會沉下去 就會凹下去 所以我就以這樣的概念來做這個 做這樣的作品 謝謝 然後之後呢 有引力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心 到這邊過來 這個叫做心 SAR 這個是我用銅片去鋸鋸鋸鋸鋸 每一個小洞都是用鋸出來的 然後去把它焊接整個起來 然後那些發射的那些芒啊光芒 其實朝內的 是因為引力 所以把很多的氣體 把它凝聚一下 凝聚起來 然後凝聚的中心點 非常有非常大的引力 有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那個中間點呢 就開始產生了核融合的那些 有點像核子在爆炸 所以那些氫氣焊氣在中間的時候 就開始引發這個核融合 所以它先吸進去 之後才爆出來 才會變成星星這樣的光芒 所以星星的光芒 其實是從它最內在來發出來的 然後射到外面來 然後再透過黑暗的宇宙 到達我們這邊 然後我也以這個星星的這個造型 當作一個設計的結構 然後最後呢 這個宇宙的這個系列 有一個叫做白洞 現在科學家有 科學家現在有研究出來 有探查出來說 有一種東西其實叫白洞 它是在黑洞的另外一頭 因為黑洞會把所有東西跟物質吸進去 然後一進去就出不來 可是在它的相對的另外一頭 有一個白洞 白洞會把一些很多的 不強的物質射出去 從無生有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宇宙的結尾不一定是黑洞 也許可能是黑洞之後的另外一個開始 也許是白洞 所以有時候我在做作品的時候 我會想說 我要用什麼樣的物質 什麼樣的材料 然後配上什麼樣的表面處理 譬如說像這個我就想說 如果那個洞也是鏡子 然後裡面的物體也是鏡子 它展現出來的 會變成什麼樣子 因為兩個都是反射的 結果它的效果出乎我一樣好轉 很炫 謝謝 你們剛剛看我一系列 就是一路上做下來的作品 也感覺到說 我是很敢去做實驗的 我覺得 什麼東西有趣我就去做做看 然後其中其實要很多的 修模 因為很多東西是我不懂的 可是我既然要做了 我就去學 或者去查資料 或去問朋友 慢慢慢慢的把一些 心中的想法呈現出來 所以剛開始我都有跟一些 科學家 工程師 溝通 然後越溝通就越覺得說 好像我知道夠多了 我就做下去了 所以這件作品還是你開一下 這件作品叫做 Time 時間 不是以沙漏的那一個形式 來做出發點 所以這個 沙漏好像一直時間的 一直墜落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它在持續的墜落 所以我在上面有很多 樹苗 鉛筆樹苗 畫了一些 比較超現實的一些 空間跟時間的組合 然後它燈光亮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那些窗戶 亮起來 可是其實 其實原本是沒有的 原本是沒有的 但是它一旦亮起來的時候 那些人影就出現了 這個是我用車床自己去親自去車 有時候 我也是第一次做這樣的作品 因為我對木工不是那麼熟 但是我要坐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就一頭栽進去 所以這本來都是一根一根的木棒 然後我開始車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說它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一開始下刀的時候 好像某些造型就自己跑出來了 然後我故意把它做得很纖細 因為我覺得時間是一個很微妙的東西 又好像存在 其實又可以不存在 謝謝 謝謝 這些是我自己車的 自己做的 然後這上下的盤子 是我在那個 古董市場 古董市集裡面找到的 然後我從舊的東西 跟新的東西來做一些出貨 跟那個椅子一樣 其實椅子是我在 古董市集裡面找到的 然後我整個把它全關起來 然後這一件叫做 Leading and Dying 生與死 其實我用到的是 之前我那個 就是爆偶會變顏色的那樣子的技法 所以它開始的時候其實是黑的 但是到了一段時間 就會變成白的 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 上面的有一些圖案 就會簡現出來 因為我覺得 生與死其實是一個 巡迴 不是開始 也不是 也不是句點 而是一個 鬥點 然後裡面你們現在聽到的所有的音樂啊 都是跟那個 胖胖那個 聲樂家合作的 那它 幫我 一起 想 設定這個音樂的走向 因為 有些作品 譬如說 譬如說 這個生與死 它就想說 前面有一些打鼓的 好像在 在 抬棺木的時候 有那個 然後 到生這一段 就有這些 比較 好像生命要開始的 這些 笛子的聲音 然後之後 又有回到這個 打鼓的一個節奏 一個旋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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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座也是 古董市場的 是是 那個座也是古董市場的 一個 很古老的那種 吊燈 呃 吊鐘 就是下面有擺的 擺 鐘擺的那種 然後把裡面的 的鐘 石鐘的東西 全部取出來 可是我就覺得 這樣的一個 一個形式非常 適合這個 生與死之間的 一個 一個展示 然後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上面這一個 這個是其實我對 我對這個展覽 有點量身定做的 一個作品 因為這個展覽 叫做 Forever Young 然後 這件作品叫做 About Forever 關於擁有 永久 永遠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有永久 永遠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 就是 就想到一個 會一直 不斷的循環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圓圈 那這個圓圈呢 它 它會翻轉 然後每一頁上面 它其實有一個 有個地平線 你們可以去看 那個地平線 慢慢更改 慢慢轉變 會從平的 變到直的 然後再變圍形的 上面是 也是鏡片 配上我們的 我們的 鑡筆素描 有時候我想到的一些 想法把它 轉換成實體的時候 才知道說 它真正的 力量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我 憑空想像的時候 我覺得 也許會很酷 也許會 有這樣的效果的一個作品 可是真的 鼓起來了以後 開始在動的時候 燈光打下去的時候 那個感動 也沒辦法去預測 有時候我會躺在那個沙發上 就這樣子一動 這樣看 好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也要換下一集 謝謝大家 打來 謝謝大家 謝謝 Dank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